那另外有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 他在问的这个问题是关于这个 关于黄石公园 他在问说这个黄石公园呢 是不是最近没有办法去 因为听说在修路 而且呢要修三年才能修好 那怎么办呢 现在是暑假 黄石公园本来就是旅游旺季 怎么可以不去呢 那应该是怎么样正确的情况呢 我们夸小天使为大家找到 是我们可可假期的CEO 妹姐来做一下解答 希望妹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情况 哈喽妹姐你好 你好你好 Yellowstone怎么办呢 现在在修路是不是还能去玩呢 妹姐 没有没有已经开放了 只是呢全面性开放 那所有景点呢并没有遭到迫害 就是说该看的东西仍然都完整无缺 那唯一就是说如果是大巴进去 就是巴士团或整团进去都没问题 他没有限制 那如果你个人呢 自己要自驾就要小心了 为什么呢 他有时间的限制 譬如说你的车号是单号 那你就要单进去 你的车号是双号 你就要双号进 而这是比较麻烦 所以说自驾的人呢 自己要进去要特别注意 就这样子 其他都没事都没什么影响 OK先做好功课的话 其实要玩得很尽兴 还是做得到的 所以单号双号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事先查清楚 那如果是做人家的旅游团的话就方便很多 因为做这个大巴士中巴士都一样的 他们反正都定好时间的 他们都会把你载进去走对的路线去玩的彻底 黄石公园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一辈子被去的景点之一 超级漂亮 而且不是去一次就够的 他不同时节看了不同风景 完全不同感受 真的好战术 假如能去的话 黄石公园真的是可以让你幸福感大加分的一个景点 谢谢谢谢 再次谢谢我们柯柯佳琪的CEO 我们妹姐来帮我们做解答 让我们大家想要去黄石公园的话呢 都可以放心非常多 谢谢妹姐 不客气谢谢